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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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高兴今天能到上海大学来和同学们讲一讲 就是生活怎么变成故事 我首先要说明一点 我今天给大家讲的我所理解的生活怎样变故事呢 不是 就是说那种可投语言 相声 平坛 或者其他这个类型 我所说的生活编程故事 就是编成文学作品 编成小说 编成一种素材 那么我今天想和同学们 大家一起来共同探讨 就是说生活怎么编程故事 这个故事到底怎么写 怎么写 其实说到通俗一点 其实说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那个生活中 也生活在故事中 只不过就是说你自己没有注意到 没有关注到很多事情 是已经发生的 或者即将发生的 或者是自己参与的 或者是别人参与的 你听到的 但是不管怎么说 这个故事是存在的 那么这个故事存在的怎么会编成小说呢 那么就是要靠我们写作者 作家 用他的思想 用他的一支笔 去把这个发生在生活中的事情也好 事件也好 人物也好 故事也好 演变成文字 演变成小说 那么我今天想给同学们讲一讲 我做编辑中碰到的很多作家 写了很多非常好的小说 那些小说原本就是在生活中发生的 那么作家怎么会把生活中的一些事情 变成一个很精彩的一个故事 一个很精彩的文学作品 乃至这个作品刊登在刊物上 或者是参加鲁迅文学奖 毛顿文学奖 我和同学们共同谈讨一下 就是说 我们在 在生活中 就是说经常要关注 自己周围 所发生的一些事情 那么首先有一点我要想说明的 首先你要去关注 你要写作 你要写小说 你要对文学要有情感 要有一种爱好 如果你不喜欢文学的 你是搞理科的 或者你搞其他科类的 你要做科学家 或者你要做工程师 你不搞文学的 那有可能就是你生活中发现的很多事情 你是个旁观者 你听之认知 或者你是听别人讲讲 就是一笑了之 当时你是要搞文学的 特别是中文系的学生 你以后将来要做文学编辑的 要做记者的 甚至要做作家的 那么就是说 你在平时生活中 你要相对于其他的学科的同学 更重要的是关注发生在你周围的一些事情 那我今天想跟大家一起来说一下 就是说 作家在他把生活中的一些素材 变成故事当中 他是怎么写的 那我先讲一下 这个甘肃的一个作家 叫王兴军 王兴军 他有一年 给我投稿了八篇小说 八篇小说 他的小说的一个总题目的一个标题叫 《大地双的村庄》 像他这样一个作家 一次给我八篇小说 是很罕见的 真的非常罕见的 但是我看了以后 觉得他每一篇小说都很精彩 为什么说他每一篇小说都很精彩 因为这个作家 他来自于农村 来自于最底层的一个山区的一个农民 他是一个放牛瓦 放羊瓦 他就整天和牛和羊打交道 那么他就对 现在生活中那些牛那些羊 他就一人化了 他觉得牛有生命的 也有思想的 羊也有生命的 也有思想的 他后来就是把自己和牛和羊 生活在一起的这种生活现状 慢慢建立 慢慢演变 变成他一个小说的一个素材 最后写成了一个 《大地双的村庄》的一个系列 那么我今天想给大家讲 他系列当中两个小说 我觉得非常有特点的 第一个 他写了一头牛 写了一头牛 这个小说的名字是发在我们上海文学的 叫这是谁家的一头牛啊 故事开始的时候就讲 城西微路 一条很小的一条山道上 有那么一团黑影子 随着天慢慢慢慢亮了 看清了 这是一头牛 一头老太臃肿肿的牛 其实这头牛呢 就是说是一个老汉家里面养的一头牛 从这头牛很小的时候 养到它今天 大概将近就十年了 那么就是说这个老汉和这头牛相依为命 这头牛从小生活在这老汉家里面 给它们种地 给它们干活 养了它一辈子 人是有感情的 这老汉把这头牛当成自己的孩子 当然这个老汉自己真的是有个儿子 而且这个儿子呢 和老汉是有代沟的 那么随着这个经济发展了以后 农村耕作都变成机械化了 这个牛就不需要了 现在离地啊 收货啊 什么都用拖拉机了 都用收割机了 这个牛的作用就很小了 在这个时候 他的儿子就提出来跟他老爸讲 他说要把这头牛卖了 牛现在用不着了 但他老爸不同意 他老爸为什么不同意呢 就是说 当这个社会还没发展到这一个地步的时候 经济还没高度发展的时候 我们已经和牛记下了很深的一种情感 那么如果今天 我们由于工艺发展了 机械化程度高了 然后我们就把当年为我们干活的牛把它卖掉 甚至杀掉当肉卖 这老汉是不忍心的 所以他就反对这个儿子 他说不行 虽然我们现在这个牛已经用不上了 但是我们这个牛要养他一辈子 要送他中的 老汉这样说 他儿子不同意 但是没办法 毕竟是他爹 儿子要听爹话的 但这个牛 他 这头牛 这个作家就把这个牛 写成有灵感 和人的思想是沟通的 那么有一天晚上 这个牛突然发现 这个老汉半夜里来给他上饲料 给他喂牛的时候 一边给他牛喂饲料 一边给他洗澡 拿个木桶给牛 送上那个泥土 就擦的时候 这个他的父亲就一边哭 一边给牛讲 好像自己老了 自己已经快到七十几岁了 他就 他在担心自己 万一自己百年之后 这个牛的生命 他就主持不了 对不对 如果明天生病了 或者明天过世了 那这个牛也就完了 他的儿子是主张 要把这个牛卖掉 或者杀掉了 他的爹就在给牛 在讲这个话的时候 这个牛就流泪 然后呢 过了没几天以后呢 半夜里面呢 这个牛总于从心灵深处 感应到 他的主人快不行了 感应到快不行了 然后呢 他就 这个牛呢 就自己主动地 离开这个老汉的家 离开这个院子 踏上了一条农村的一条小路 他是走一步回头看看 走一步回头看看 他看到周围 他熟悉的村庄 大山 河流 白杨树 麦浪 那个牛一边走 一边感叹 最后就在太阳还没出来的时候 晨曦未入的时候 他走到这个村庄 走进麦田 当太阳屏幕升起来的时候 这个牛已经看不见了 这个作家就写这一头牛 写这个牛和人相处中的一种情感 也就是说 他其实是人的一种善良 也就是说我们年轻人和 他父亲也在是有不同的一种态度的 就是说我们今天我们科技发达了 我们钱也多了 我们甚至什么都有了 但是我们千万不能忘记 当年曾经给我们付出代价的那些牛 他现在通过这件事情来反衬 就是说人不能忘本 我们要善待 善待过去曾经为过我们出力 那我为什么要讲这篇小说呢 我觉得它还有一个特点 这个作家王兴军的 他那个小说 他的那个艺术结构 他还不同于一般的小说的语言 他有一点散文化的倾向在里面 也就是说他不是纯粹小说 也不是纯粹散文 它是一种跨文体 他既是小说和散文的中间的一种文体 他的小说发了以后 我们王安逸很欣赏的 王安逸是我们作学的主席 他很欣赏那个作家的才气 他就觉得这个作家能把生活中的一头牛 写得这么活龙活性 把它把它就是说解成一个人的一种心态 来和我们人来交流 他觉得这个作家写的真的 真的是他的那个独到之处 那么他第二篇我想说的呢 他还写了两条狗 两条狗 也是大山里的两户人家 两户人家 穷乡批朗的一个地方 左右邻居 关系很好 改革开放以前呢 他们两家呢 就是称兄道弟的 什么事情呢 都要一起商量 改革开放以后呢 就是说 那个土地承包了以后 那个经济发达了以后 它具体表现的形色在什么地方呢 当年有一户人家 其中两户人家 其中有一户人家 养了 养了一条狗 养了一条狗 后来呢 这条母狗呢 又生了一窝狗 后来呢 他就把其中的一条狗呢 送给那个邻居 也就是说 两家人家都有狗 而且两家人家都关系很好 那么 随着这个 随着这个社会发展 经济利益的冲突 慢慢慢慢 这两家人家的 就是为了一些 就是鸡毛蒜皮的 那个支流地的边界 宅基地的边界 有一些问题 就慢慢慢慢不痛快了 不痛快 慢慢慢慢演变成 就是说 两家人家 有原来的 这种朋友的关系 慢慢疏远 最后变成冤家 但是这个人变成冤家了 但是狗 狗是不参与的 狗还是很好的 那我家的那狗 和隔壁家的狗 那狗不知道 你们主人变成冤家了吗 狗还是照常 放出来 就一起到野地里面去了 而且这个作家 他还特意地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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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塑造了 就是说 那个 那个邻居家 是一条公狗 送给邻居一条母狗 那个后来就是说 他们关系不好了以后 这两条狗非常好 经常到外面去 一起玩 一起吃 一起喝 到晚上 他们又一起回来 公狗回公狗的家 他母狗回母狗的家 但是有一天 这个母狗家的主人 发现 他家的母狗 怀孕了 怀孕了 这个主人就很劳火 整个村庄里面 就他两户人家 两户人家 而且只有他们两户人家 有狗 那么就是说 这条母狗 肯定是怀了 冤家公狗的 种 对不对 所以那个母狗 那个主人 很气的 就把他关起来 不让他走 不让他出去 反过来说 那个公狗家里面 那个主人 他知道 人家隔壁人家骂了嘛 说你们家什么什么什么 他知道 知道就是说 隔壁人家的母狗 怀了自己家公狗的 那个宅 那个人家也很不开心 觉得你这个公狗也太差劲了 我们和他冤家 你怎么把这个 你和他去 好好的 能够回孕 所以两条狗 都把他关起来 那个东家 关东家的狗 那个 邻居 关邻居的狗 吵得不可开交 但是有一天 两家人家都 劳作回到家里面 一看 两条狗都不见了 两条狗失崩了 两条狗失崩了 结果呢 很残酷的 两家人家就出动 家里面所有人去找 各自把自己的狗找回来 最后呢 各自把两条狗给杀掉了 这个作家就写了 写了这么一件事情 他就通过这两条狗 来告诉我们人 有时候也太残酷了 你看 这两条狗其实多好呢 他根本就 他根本就不领会你们人 你们人 为一点事情 就是吵得不可开交 但是狗 他是有灵性的 他就是来写 人的这种残酷 人和人之间的 不合最后就是说 牵涉到动物身上 所以这个作家 你不要看 他是一个在农村放牛的 一个 应该说也不是很见世面的 不见世面 而且也没学问 小学毕业 小学毕业就放牛放羊 现在 现在他 你们猜猜他现在干什么 现在是他在 甘肃玉门 文联主席 作学主席 还参加我们上海 作家研究生班 第一届 作家研究生班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他的一个长篇小说 或者上海市文学中篇奖的一登奖 我为什么要说这个事情呢 就是说 他的创作素材就是生活中来的 如果他不放牛不放羊 他不放狗 他哪里来做东西 叫他来写大城市大上海 他不会写 你叫他写男女之间的事情 他不懂 他就懂牛懂羊懂 那么 那么我还想说 生活中的故事很多 作为就是说 一个写作者 一个作家 他要把那个生活中的 发生的故事 要把它提炼成小说 不是嘴上说说的 没那么容易 那首先你要 你要把生活中所看到 听到 或者自己经历的事情 你要有一个在家工 要一个 要一个 思考 不能随随便便的 简单的富士生活 后来你要吵架了 或者在地方出现什么事情的 你把听到的 就是把它叙述出来 这个不是小说 这不是小说 小说要有思想性 你这篇小说 要突出一个什么思想 最重要的思想性 其实是它的文学性 那可读性是另外一回事情 因为现在的可谓都不同的 喜欢 喜欢纯文学的 读者越来越少 喜欢 说故事的 故事会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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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者越来越多 这个为什么呢 这个就是说 我们一个好的作家 一个优秀的作家 他所写的小说 一定要 不能简单的 把生活中的事情 复制过来 而且呢 他一定要 进行艺术再加工 要 把这个 生活中的事情 要把它 归纳成一个小说 要告诉人们 这件小说 反映的是什么 当然 我们 不要求作家 把生活中的事情 不管是酸甜苦辣 不管是 一种什么思潮 一种什么思想 或者是一个什么 运动也好 问题也好 不要求作家 就是说 把事情 一定要有个 要有一个 解决的方案 作家 他就是 来反映生活 就是把问题提出来 通过小说形式 让大家知道 哦 生活中 竟然有这样的事情 而且 这些高明的作家 他写的小说 一定是 极为是 出人意料的 但是又 合情合理 又在情理之中 就算了 好 对 来 来